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生气 气是生出来的 你不去生 它就不会有 台长告诉你们 人其实真的不应该生气 今天因为我们默奥本 有很多新的佛友 台长想告诉你们 生气之后 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很多的身体问题 全部都是气出来的 因为我现在告诉你们 都是科学家 医学科学家研究的发现 说人的气出生气之后 生气八大器官会影响你 第一 生气的时候 心脏的血流量 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生气时候 心脏的收缩力加强 快了 心跳加速 所以他需要的血液 然后就涌向心脏 心脏呢 就是等于加倍地在工作 所以就会出现 心率不齐 心肌缺血 胸门心慌 甚至会心脚痛 和心肌梗塞 所以你去看很多人 生气 生到后来 他就慢慢地 突然之间会气喘 不过来 在郑州有一个老人 因为让座 与年轻人发生争执 本来应该这个作为 让给老人 现在年轻人找了很多理由 现在年轻人嘴巴特别会讲 把老人气得讲不出话来 老人抽了他两个嘴巴 当场就气死在交通公共汽车上 所以生气的时候 不但心脏不好 最伤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伤肝呢 所以气大伤肝呢 经常生气的人会出现肝病 甚至肝硬化 也有研究显示 生气时人的肝脏 要比平时大一圈呢 所以不要生气 所以中医经常讲 怒伤肝啊 生气导致肝气 瘀疾 肝胆不合 所以很多人生完气之后 这个两类会疼痛 肝躯疼痛 甚至会休克和死亡 生气还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 因为人的情绪 是由大脑分泌出的 多巴胺控制着的 作为急速 多巴胺 它会影响身体 其他急速的分泌 所以生气的时候 大脑会命令自己的身体 分泌出一种叫皮质急速 而这种皮质急速 如果在我们大脑和心里 纯疾过多就会阻碍你的大脑细胞和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 所以你就会抵抗力下降 所以生一次气 免疫系统会停止六个小时不工作 所以你去看 生完期的人饭吃不下 叫睡不好 这就是免疫系统出毛病了 所以什么都不许想 不去叫他出去玩玩 我不想去 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出毛病 很多人在最生气的时候 肺部会痛 这是因为生气真的还会伤到肺 你们知道吗 人在情绪冲动的时候 呼吸会变得非常的急促 会出现过度唤气的现象 你 有没有啊 不要生气啊 对不对啊 因为你的肺气泡啊 它不断的扩张 它没有时间收缩了 所以呢 常有人说 我的肺都被你气炸了 所以很多人说 我心痛的无法呼吸 其实你们记住了 不是心痛的无法呼吸 是你的肺不能呼吸了 记住了 生气的时候 还最伤的是胃 因为胃部的血流量 它在减少 胃供血不足 肠胃蠕动就不快 所以肠胃的消极 就会慢慢的降低血流量 所以食欲不动 不动了 然后呢 蠕动减速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人 吃完饭之后就想睡觉 因为当人吃完饭之后 胃 他要需要 蠕动 需要帮助消化 大脑的血都进入肠胃 帮助肠胃去消化 大脑就缺血 所以人 大脑一缺血 精神不足 所以一吃完就要睡觉 就是这样 还有很多妇女 生了很多胸部的肿块 你们知道吗 很多妇女 胸部出问题 导致内伤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生气 你们知道 医学科学家说了 气血 欲制 干皮失调 这是导致胸部肿块 发生的重要原因 所以有很多妇女 女士 她们经常生气 气得来 胸痛 产生肿块 所以不要去生气 台长跟你们讲 人生 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忍啊 人生 有很多的欲望 需要忍啊 人生 有很多的感情 需要忍啊 人生 有很多的苦难 需要忍啊 人生 有许多的痛 需要忍 人生 有许多的话 需要忍 人生 有许多的气 也需要忍 忍 那是一种眼光 忍耐 那是一种胸怀 忍耐 是一种领悟 忍耐 忍耐 是一种 人生的妙法 忍耐 是一种 规则的智慧 所以佛法界 把忍耐 称为 忍辱 精进 大家知道 六波罗蜜 蜘蛛当中的 忍辱 波罗蜜 思想一下 我们如果人 活在世界上 你要想看不惯 你天天可以 看不惯 你想活在痛苦当中 你每天可以 看不惯别人 什么都不能忍 你每天连背都会 气炸的 所以学会想通 人就会变得 放下 看破 台长最后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人 还有很多人脸上 会有色斑 还有甲抗 甲抗 就是脖子这里 免疫系统 发生紊乱 所以热血沸腾 当你的甲状腺受到刺激 你就会引发甲抗 免疫力系统出毛病 还有很多人 美国的医学人员 对五千名脸上 长色斑的女性研究 他们说 当他们处在 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任何药物对色斑的治疗 都没有特别大的效果 而其中一些女性的人际关系 当他们得到改善的时候 他们开心了 他们的色斑 自然不治而遇 所以医学人员分析到 当人生气的时候 血流大量的涌向脸部 大家知道吗 生气的时候脸是不是会冲血啊 所以血液中氧气少 毒素增加 毒素就会刺激毛囊 引起毛囊周围 不同程度的深度炎症 皮肤病 所以你们要记住啦 经常生气的女士 再擦美容霜 也是没有用的 有一个小孩子 妈妈经常不开心 一个小女孩有一天说 妈妈你今天这么美啊 妈妈说我怎么美了 因为妈妈今天一天都没有不开心 所以不开心能够经常开心的女士和男士 你们用不着擦美容霜 自然美 记住啦 这个世界如梦幻泡影 如露易如电 很多事情应作如事观啊 也就是说你今天生气的事情 明天可能就没有了 你过去生气的事情 现在早就想不起来了 是想一想 当年我们很大的气 现在再想起来 永远不会像当年 那么折磨自己 让自己生气的 所以人间一切要想通 都是原聚而生 原散而灭呀 变幻无常 所以我们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中 要找出真我 放开胸怀 想想就要想明白 你才能在这个烦恼的世界中 找到快乐的自我本性 我们生活当中要学会 台长告诉大家要学会什么 像大海一样的胸怀去面对 用科学的方法来支配 用皇帝的膳食来养胃 用清新的空气来洗肺 用灿烂的阳光来韬光养晦 用平安是福知足安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